资料图,雷达这种东西可以理解成一种电子传感器,用于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,对反射无线电波的物体进行检测和定位,而在无线技术应用领域,无线电波一般按照波长可以分为具体不同的无线电波,熟长波、中波、短波、超短波和微波等,雷达所用的波长。 大部分是超短波和微波,因为这一频段的无线电波传播录像更加平直,能够穿透高空电离层,受自然界的干扰较小,对于金属物体能够发生强烈的反射,遇到诸如简柱,山丘的非金属物体,也能发生强烈的反射。 同时,波长越短,更易制成较窄的雷达波数,雷达的指向性越好,精度更高,所需的贴线尺寸久久越小。 这一点在军事领域,尤为重要,因此,波长较小的X波段在军事应用中,成为了一个相对受欢迎的雷达频段。 看起来,似乎是雷达的工作频率是波长越短越好,可是,并非所有的军用雷达,都会使用X波段,像是宙斯顿系列采用的SPY一系列雷达,工作频段就是波长较长的S波段,这是为什么呢? 资料图,原来,波长较短的无线电波,在传播过程中会打其中的水分子和氧所吸收,并且波长越短这影响越大,X波段无线电波的传播距离,就因此受到了影响。 限制了使用这一频段的雷达的探测距离,而一些均用雷达十分强调探测距离,以尽可能早发现和跟踪目标,为防御留下足够的反应时间,这就需要使用波长更长的工作频段。 资料图,因此,X波段主要用于那些对于精度要求较高,而对作用距离要求不远的任务,如银导导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